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实现双方关系复苏与持久和平的希望和期盼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外 三号发生炸弹爆炸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死伤者全部都是平民 另外塔利班的支持者三号在喀布尔市交举行集会 庆祝击败美军和重新上台 据台媒报道 过去三天总共发现破级录的93架次大陆军机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而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 空军在国庆佳节期间依然没有放松 在万米高空进行战斗巡航 守护祖国人民的幸福安宁 国庆假期第三天 全国公路预计发送旅客4,350万人次 铁路也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 加开旅客列车640列 而在消费方面 国庆假期头两天 银联网络日均交易额同比增长了7% 珠海宣布 今天正午起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 此时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经港珠澳口案入境之后 可以免除14天隔离 但是澳门红马区黄马区人员 以及隔离酒店高风险岗位人员 新冠定点医院工作人员暂不能入境 请一头条一起来关注到朝鲜官方媒体 朝中社发表公报 将于当地时间的4号上午9点起 重启所有朝韩通讯联络线 并且敦促韩国当局为改善朝韩关系 做出积极努力 公报说为了遵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近日在最高人民会议的讲话 朝鲜有关机关决定重启这条 因为双方关系恶化而被切断的热线 金正恩指出 这是为了帮助实现全民族 对于北南关系早日恢复 与半岛持久和平的期待和心愿 而这一条平壤与首尔之间的热线 又称为板门店热线 是一条能够使朝韩领导人 直接通讯的电话和传真热线 于1972年设立 但是多年来因为朝韩关系 时好时坏而时序时断 今年7月重启中断413天的热线 但是两周之后 又因为美韩军演而断线 好 相关话题 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来做点评分析 宋轩您好 春日早 朝韩热线一直都是双方关系的一个晴雨表 那这次热线的恢复 您认为对于改善双方从2020年开始恶化的双边关系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倒是希望这样一条政治热线能够改善双方之间的关系 但实际上所能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和平也是有限的 刚才就像你所提到的 它是一个晴雨表 晴雨表的话导致双方之间到底关系如何 但是这个关系呢 并不决定于北南双方 而是决定于美朝关系 美朝关系比较热络的话 那么这条政治热线就会带来一定的帮助 但是我们知道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呢 就是美朝关系问题 也就是美朝之间的政治互信 但从朝鲜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僵 也就是在很多问题上的话 没有办法和美国开展任何的这种政治谈判 在特朗普时代的话 确实两国之间不断的在进行谈判 但也并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那么从朝鲜来讲的话 现在已经对美国表示极大的失望 另外我们知道 美国所主导的联合国案例会 又开始对朝鲜进行谴责 其目的呢 就是要制造双重标准 你看美国对韩国进行各种各样的武器实验 从来不进行谴责 而且在进行鼓励 但是朝鲜只要进行这种武器实验的话 一定会被美国进行谴责 所以朝鲜在这个问题上 已经对美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另外一方面的话 确实韩朝之间的关系缓和 对于半岛来讲的话是有帮助 但是韩朝关系的缓和 是要建立在美朝关系基础之上 韩国自己也指出 那么美韩之间的关系 恰恰是建立其他国家关系中的 一个重要的基石 所以如果美韩关系 不能够左右韩朝关系的话 那么双方之间在很多问题上 是很难达成一定的共识 包括我们知道 作为韩国来讲的话 是希望和朝鲜发展有好的关系 但是作为韩国来讲的话 在很多问题上的话 是有信心 有想法 但是没有能力 因为韩国和朝鲜 如果要发展关系的话 必须要建立在美国同意的基础之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朝鲜 对韩国意见比较大 在很多问题上的话 尽管口头上达成了共识 但是最后呢 要想落实的话 就非常非常之难 所以作为这样一个南北双方的政治热线的话 其所具备的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如果美国在很多问题上不断撤走的话 那么南北之间的和平也是秒无希望 是 感谢宋先生带来的分析点评 另外焦点再来转到阿富汗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外 在3号发生了炸弹爆炸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死伤者都是平民 而报道指出事发时 清真寺内正在举行仪式 悼念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 日前去世的母亲 阿塔表示会尽快接拿凶手 而有消息就说 塔利班当晚在喀布尔市内 突袭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一个窝点 击毙了多名伊斯兰国分子 发生爆炸的是 加赫清真寺位于喀布尔的第一景区 事发之后 大批持江人员封锁了清真寺的周围道路 在当天下午一点左右事发之后 塔利班犯人穆贾希德 在社交媒体发文 指爆炸造成了数名平民伤亡 另外当地媒体则报道说 当时清真寺正在举行仪式 悼念数天前去世的穆贾希德的母亲 有误及者说 民众在出入清真寺时 发生了爆炸 伤者之后就被送往到附近的一家医院 运方表示 一共有接收四名伤者 有报道说 一些塔利班的战士当天也到医院献血 救治伤者 遇袭的清真寺到了晚上 依旧是戒备森严 当局表示 会尽快将凶手弃拿归案 但至今为止 没有组织声称制造了这一次袭击 不过从塔利班 从8月15号接管阿富汗政权以来 体端组织 伊斯兰国呼罗山组织 已经制造了多起的袭击 在喀布尔爆炸发生前 阿派塔利班临时政府 在市交举行一次大型集会 庆祝驱逐美军 重新上台 有多达1500人出席 包括临时政府的高层官员 哈卡尼网络主要领导人 代理难民部长哈利勒 哈卡尼也有出席 他说 阿塔虽然重新上台 但西方世界继续与民主人权等借口 在施压 希望摧毁这个重新建立的 伊斯兰酋长国 哈忠告西方和邻国 外国不能够建设阿富汗 阿富汗的事情 只能由阿富汗人来处理 另外一名塔利班武装指挥官就表示 正当全世界特别是伊斯兰社会 向超级大国在卑躬屈膝 言听信从的同时 阿富汗人民就狠狠地重创了他们 这是一项丰功伪迹 范威市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 阿富汗记者协会最新表示 说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 将近七成当地的传媒 都因为资金问题被迫停工 协会主席卢特飞就说 六成七的阿富汗记者已经失业 其中还有三成三的记者 在高压和艰难的环境之下继续工作 而大多数的传媒工作人员 都已经陷入资金困难 好 我们去一下广告 下一节环球聚焦 带您关注更多的国际焦点话题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 日本国会在今天将会召开临时会议 来推举新任首相 而由于以自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 控制了参众两院 所以预料上星期当选的自民党总裁 岸田文雄 他将会顺利成为新任首相 有报道就说 岸田已经基本敲定了新内阁的人选 今天在皇宫进行新首相任命 以及阁辽认证仪式之后 就会正式的公布 而报道也指出 说岸田可能会在这个月的14号 提前解散众议院 并且最迟在一个月之内举行大选 另外再来关注到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依 3号发表讲话 批评美国造成地区灾难 告诫地区国家不要依赖外国势力 而地区安全要由地区国家自己来保障 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哈梅内依当天通过视频方式 参加军校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 哈梅内依说 外国势力干涉地区事务 是给地区带来不安和灾难的主要因素 他呼吁地区国家 不要依靠外国势力 哈梅内依批评美国发动 哈梅内依还不点名 他强调外国军队不会保护地区国家的利益 哈梅内依还赞扬伊朗的军队 为国家的安全带来保障 称他们是国家的坚强盾牌 富豪卫视李维志卡姆森德韩报道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在3号报道 伊朗新任外长阿布图拉西洋说 伊朗很快会继续威也纳核谈判 而如果美国要释出善意 首先要解冻伊朗100亿美元资产 据报道 阿布图拉西洋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他在纽约已经告诉欧洲官员 伊朗新政府不可能回到8年前或5年前 与西方坐下来一起喝咖啡 伊朗将很快返回谈判桌 但西方必须表明真实意图 他说在他纽约访问期间 美国试图通过不同渠道联系他 他PP美国总统拜登 继续专注于 施施特朗普17对伊朗的制裁 他说 如果美国想要释出善意 首先要解冻 加上100亿美元的伊朗在美国的资产 但是 在伊朗中心中心里加强了军事合作 阿بدالله西亚说 伊朗绝不会融入伊朗和恐怖组织 在伊朗边境附近的任何存在 阿بدالله西亚表示 外交部件选择出了新的核谈团队 伊朗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外长巴盖里 将作为首席核谈判代表 傅维也纳参加核谈判 富豪卫视李维志卡姆森 德海南报道 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访问沙特阿拉伯 与沙特外交官员就阿富汗 野门还有伊朗核协议等 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伯雷利在离开沙特前 和沙特外交大臣法尔汗 共同见了记者 他表示说 欧盟方面已经向包括沙特在内的 海湾合作伙伴 介绍和伊朗重启核谈判的相关情况 并且强调伊核谈判 对于沙特以至中东的安全都十分重要 而伊朗目前并非一个拥合国家 所以欧盟方面与伊朗之间 仍然有沟通渠道 另外一方面 英国近日汽油严重短缺 全国许多的加油站都闹油荒 首相约翰逊表示 不排除会发出更多的临时签证 协助舒缓运油车司机短缺的情况 但是也强调 英国不会重回脱欧之前 任由大量低工资移民涌入 英国闹油荒已经超过一个星期 首相约翰逊三号接受访问 继续为政府政策辩护 认为气油短缺主要是需求增加所致 又强调 英国经济不能回到过去失败的模式 依靠大量低工资移民涌入来支持 英国政府早前表示 向5000名外籍货车司机 发出临时签证的计划 至少300名外籍司机 可以马上入京英国驾驶运油车 英国军方也会在4号开始 调派200名军人协助运油 当中100人士司机 约翰逊表示 不排除会发出更多临时签证 协助舒缓运油车司机短缺情况 他又认为 情况正在改善 又信心圣诞节相关的供应链不受影响 英国保守党年会三号起一连四天 在曼切斯特举行 约翰逊会前承诺 保守党将采取大胆决定 改善经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 英国广播公司 连同卫报等传媒合作伙伴 宣称取得了分布在多个国家 总共14间金融机构的 1200万份财务文件 调查发现世界各地一些领袖 官员政客以及富商的秘密财富和交易 而这其中呢 包括大约35名现任和前任的领导人 以及超过300名的公职人员 都出现在了离岸公司的文件当中 这些文件呢 被称为潘多拉文件 而文件显示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妻子 在伦敦购买办公室时 节省了超过31万英镑的印花税 以及呢 还包括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位于摩纳哥的秘密资产有联系等等 不过报道也说了 文件显示的很多交易啊 在法律上都不构成不正当行为 焦点转到德国 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三号前往东部的哈雷市 出席纪念1990年 德国统一的庆祝活动 并且在致辞当中 呼吁德国的各个政党放下分歧 默克尔表示 当前的德国 与1990年时一样 并且尊重和容忍彼此的差异 默克尔还要求民众拒绝激进化 他表示多样性和差异 并不是对社会的威胁 格鲁吉亚中央选举委员会 三号公布的点票结果显示 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鲁吉亚党 在地方选举当中领先 格鲁吉亚地方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 和多数代表制相结合 根据三号公布的数据 在统计99.97%选区的选票之后 执政党在比例代表制选举当中 获得46.68%的支持 主要反对党联合民族运动党 获得了30.7%的支持 执政党在多数代表制选举当中 也获得明显优势 结果显示 除了首都地比利斯等 五个主要城市的市长选举 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之外 执政党赢得了其他59个城市的市长选举 并且在多个的城市议会选举当中 都取得了明显优势 再来关注全球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目前累计超过了2亿35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481万 美国单日新增超过23000例 累计确诊超过4451万 死亡人数累计逼近72万 印度新增21000多例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了3383万例 菲律宾单日新增确诊13000多例 全国累计病例接近260万 英国单日新增确诊3万例 累计确诊达到790万例 俄罗斯疫情加剧 新增25000多例确诊 是今年第二高 而累计病例也超过了758万 单计的死亡人数 在一个星期之内第5次创了新高 虽然疫情严峻 俄罗斯当局并没有严格执行 佩戴口罩的规定 副总理戈利科娃同时也强调 政府不会宣布封城 另外土耳其方面单日新增 27000多例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723万 伊朗新增12000多例 至今有超过562万人感染 好 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正点新闻 朝鲜将于今天上午9点 恢复与韩国之间的热线电话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近日在最高人民会议 发表讲话时表示 恢复热线是为了帮助实现 整个朝鲜民族 对于实现双方关系 复苏与持久和平的希望和期盼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一座清真寺外 三号发生炸弹爆炸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死伤者全部都是平民 另外塔利班的支持者 三号在喀布尔市交集成集会 庆祝击败美军和重新上台 据台媒报道 过去三天总共发现 破阶路的93架次大陆军机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而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 空军在国庆佳节期间 依然没有放松 在万米高空进行战斗巡航 守护祖国人民的幸福安宁 国庆假期第三天 全国公路预计发送旅客 4350万人次 铁路也预计发送旅客 1050万人次 加开旅客列车640列 而在消费方面 国庆假期头两天 银联网络日均交易额 同比增长了7% 中海宣布 今天正午起 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 持48小时之内 核酸阴性证明 经中澳口岸入境之后 可以免除14天隔离 但是澳门红马区 黄马区人员 及隔离酒店高风险岗位人员 新冠定点医院工作人员 但不能入境 据台湾媒体报道 在过去的三天 总共发现迫及录的 93架次大陆军机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而解放军东部战区表示 空军航空兵谋侣 在国庆佳节期间 仍然没有放松 在万米高空进行战斗巡航 守护祖国人民的幸福安宁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谋侣 地处防空一线 常态化担负着战备值班任务 在他们的作战值班室内 显示空防责任区的荧幕上 几乎每天都会发现不明空情 战斗起飞升空巡航 对这里的战备飞行员来说 早已习以为常 据指出 飞行员每次飞行都要两三个小时 夏天的时候身上全副武装 在空中再做几个大超载的机动 很容易出汗 但飞机着陆后 飞行员的抗河服是不能拖的 一旦警报响起 拖了抗河服 就会影响转进时线 从而一物战机 另外 有台湾媒体报道 在1号至3号的三天内 共有93架次大陆军机 进入台西南空域所谓防空识别区 分别是在10月1号白天和夜间 有歼16 苏30 轰6 运8反潜机 和空警500 共38架次 2号白天和夜间又有39架次 3号是16架次 接连创下历来最多架次记录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 此前曾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完全正当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张春辉还强调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3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 全国公路预计发送旅客4,350万人次 铁路也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 加开旅客列车640列 各地交通部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采取多项措施 确保旅客出行 另外在消费方面 国庆假期的头两天 银联网络日均交易额同比增长了7% 内蒙古海拉尔3号开始降雪降温 最低气温达零摄氏度以下 铁路部门对开往满归 阿尔山北等方向的四对列车 提前开始供暖 让车厢温度达到20度以上 广西玉林火车站 节假日期间 增开20多趟高铁五轨站接驳班车 在火车站广场开通景区旅游专线 实现动车旅游景点无缝衔接 此外 今年国庆假期 海南作为高人气的旅游目的地 机场港口和铁路等部门都提前做好准备 确保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保证游客安全顺利出行 全国公路3号预计发送旅客 4,350万人次 其中珠三角、长三角等地 自驾游出行同往年相比增长幅度加大 浙江省绍兴市科桥区 依托交通信息网络 通过调频电台与交通部门联动 实时播报道路交通状况 引导游客避开拥堵地段 假期的消费市场也很火热 中国银联表示 10月1号和2号两天 银联网络交易金额为0.8万亿元 交易比数达到14.63亿比 日均交易金额和日均交易比数 相比去年国庆假期 分别增长7.07%和38.76% 此外 海南离岛免税销售火爆 据海口海关统计 10月1号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71亿元 同比增长122% 假期期间 全国多个景区迎来了游客高峰 山西恒山悬空寺 3号接待人数超过了4000人 而为保障游客和建筑安全 每次同时登临悬空寺的人数 限定在150人 景区在原有停车场的基础上 又增设了临时停车场 河南云台山景区也迎来重新恢复营业后的第一个旅游客流高峰 假期头两日接待游客9万人次 3号预计接待游客量达到4.3万人以上 受7月下旬的汛情和疫情影响 云台山景区关闭超过43天 经过灾后恢复重建 终于在9月初抢通受损基础设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在3号通报 霍尔果斯市在每三天一次的常规核酸检测当中 发现了两人新冠病毒检测报告 事成阳性 经过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感染者已经被转送到了定点医院 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而当地也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 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192人 全部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相关的流调排查核酸检测等工作 正在进行当中 另外珠海宣布 4号中午12点起 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人士 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经珠澳口岸入境之后 可以免除隔离14天 根据珠海方面的规定 通关人士除了要持有48小时内的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 也需要有新冠疫苗接种史 即至少要接种一剂疫苗 否则入境珠海仍然需要隔离14天 而12周岁以下的儿童进入珠海时 无需进行14天医学观察 至于澳门红马区黄马区人员 及隔离酒店高风险岗位人员 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工作人员 则暂时不能入境珠海 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在3号表示 香港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本地的确诊个案 是时候准备好和内地重新通关 政府会检视抗疫工作 包括全面检视香港健康码 因应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月 我们已经可以在本地没有一个确诊个案 我们是时候可以准备好重新通关 方便粤港澳三地居民的往来 所以我们是会努力全面检视 我们现在的防疫抗疫的工作 从而令到在通关之后 我们可以在一个有序的安排之下 令到三地的联防联控的工作 可以一样是做得这么好 其中我们香港的健康码 我们会全面检视 薛永恒又表示 用好科技是防疫抗疫重要的环节 当局会不断地探索新科技协助抗疫 而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 中大呼吸系统科 讲座教授许舒昌也透露 香港创新及科技局正在研发过关码系统 让需要过关回内地的市民使用 当中也会包括了市民的核酸检测报告 疫苗接种记录等资料 在英国曼彻斯特 有从香港窜逃到英国滞留的港独分子 日前在举行集会期间 涉嫌纵火破坏公务 事后组织活动的乱港团体 急忙和暴力行为割席 进写了双标 早前移居到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 一号连同多名黑豹分子 在英国曼彻斯特皮卡迪利花园集会 多名穿全黑衣的参与者挥动旗帜 诋毁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管制 并公然焚烧中国国旗 有黑豹分子的行径被当地警员阻止 另一反中乱港组织同日也在英国曼彻斯特 举行游行 但集会后 有人在街上涉嫌到处放火破坏公务 有巨英港人还在网上留言疑似为事件 承认责任 组织随后在社交网站脸书发文 急忙与肇事者割席 并称强烈谴责 许多香港网民批评其双标 在网上回复指 原来你们也知道打烂东西和放火是错的 多亏英国人收了你们 千万不要再回香港 而反观香港一年来 香港国安法有效惩治和防范 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 特区政府施政环境得以改善 市民合法权益获得充分保障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巩固提升 一直以来 中央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 多时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其立竿见影的实施效果充分显示 中央的决心意志已转化为强大的法治威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社前反中乱港组织职工盟 三号下午举行特别会员大会 会上大笔书通过解散议案 而香港保安局发言人表示 一个组织及其成员犯下的罪行 其刑则不会因为解散组织或成员的辞职而被磨走 警方将会继续全力追究任何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及其他香港法律的组织及人士 香港保安局发言人指出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必须采取措施以防范和制止有关行为和活动 将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个人所带来的风险简直最低 保安局表示会针对曾经收受外国政治团体捐款的本地组织 仔细进行调查 并且会按照需要运用香港国安法下的实施细则 及其他相关条例的权利 要求提供资料或采取其他所需行动 警方会继续根据证据及法律 依法追究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及人士的罪责 确保可以将有关组织和人士生之于法 我们再来关注到香港新岛日报的一则消息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最新全文发布了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 从这个规划可以看出为了加强和港澳的交通衔接 广东将会研究深圳经港珠澳大桥到珠海和澳门的通道 以可以更好的发挥港珠澳大桥的作用 所以这也意味着港珠澳大桥有望通过改造 像途中这样加入深圳 从路线图上从单歪形变成双歪形 这样除了连接深圳珠海澳门之外 还可以加入一条香港到深圳的新通道 另外台湾方面今天也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来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蓝静图介绍一下 静图你好 陈子早安各位观众早上好 台湾方面的报纸焦点先来看联合报的消息 台湾新冠疫情趋缓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从10月5号开始要放宽户外戴口罩的规定 只要是在山林海滨等空旷的地方 就能够维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之下 可以不用戴口罩 不过有民众就认为官方没有说清楚空旷的定义 一旦官方和民众的认知出现了落差 执法上就会有争议 而且在海外地区也发生不戴口罩之后 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感染 舆论认为应该要在疫苗覆盖率 更高的情况之下再来松绑管制 接着来看的是中国时报的消息 台湾的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今天将审议新冠书困振兴特别预算 第四次追加预算案 财委会的召集委员 也就是国民党的立委李贵敏就表示 蔡英文政府前面三次追加的预算 有1600多亿台币都是举债之印 第四次再追加的1600亿全数举债 加上其他的举债数字 每个台湾人平均负担的债务 已经突破了25万 这个债务已经从债留子孙 变成债留增孙 而采访重点来关注新冠疫情趋缓 台湾多个大学从9月中开学到现在 已经实施了两周的远距教学 今天开始恢复实体上课 不过目前还是要遵守室内80人 作为保持适当的距离 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最后台湾军方式规划 要在台东的花东纵谷的 关山池上路段来兴建第六条 战备跑道攻战机在紧急状况时起降 一旦兴建完成 这将会是唯一一条在东部 而且是在一般失去道路的战备道 新闻消息 我们台北战持续关注 接下来时间交还给陈子 好的 感谢净途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尽管在10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迎来了开门红 但是三大指数周线仍然是录得下挫 展望本周投资者将会聚焦9月份的就业数据 市场对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停摆感到担忧 加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高通胀情况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持续影响市场气氛 美国股市上周初震荡走弱 不过在周五探底回升 扳回部分跌幅 总结上个星期 道成斯工业指数下跌了1.35% 34,000点整数关口市而复得 标普500指数则下跌2.2%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下跌3.19% 两项指数都创2月底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本周有多项经济数据公布 当中市场比较关注的包括 周二发布的8月贸易账和9月ISM非制造业指数 有小非农之称的9月ADP就业人数变化会在周三发布 8月消费者信贷变化会在当地时间周四下午公布 而最为瞩目的9月非农就业人数变化 则会在周五出炉 路透社综合市场人士的预测预料将会增加50万个职位 此外市场也关注美债收益率的走势 美债上限能否提高仍然是未知之数 如果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 证券市场料会受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股市方面上周是震荡回升 但是累计整个9月 恒生指数下跌了超过5% 整个第三季更是下跌接近一成半 恒指在上周初走出了震荡偏好的格局 不过美股周二重重挫 拖累了大盘周三走弱 而市场担心内地科技企业将会被加强监管 科技股进一步走弱 拖累了恒指进一步从高位回软 恒指上周累升1.58% 结束了之前连跌两周的格局 不过累计整个9月下跌了5.03% 而整个第三季更是大跌了4252点 跌幅达到14.75% 是全球季度表现最差的主要市场 展望本周分析师预期 受到内地监管政策和美国债务问题 等外围因素的影响 短期股市走势反复 而行政长官将会在周三发布施政报告 市场则关注报告当中 针对地产商的措施 会否对地产股带来影响 我们再来看香港星岛日报的消息 来关注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这周三将会发表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香港新界北的发展计划将会成为焦点 消息就透露政府有意打破传统 以几个新发展区进行的规划布局 改为是以整体的方式全面规划新界北用地 调整之后 整体的发展范围可以达到8100公顷 预料潜在的住宅单位供应量 可以达到40万到50万个 可以供应新增居住的人口超过100万 也是将成为香港另外一个发展中心 而为了配合发展 政府也会重新打造区内的交通基建设施 包括兴建北环线 以及在洪水桥兴建铁路系统接驳深圳前海 建成之后从洪水桥在十分钟内 十分钟之内就可以直达前海 另外再来看到香港经济日报的消息 来关注到内地的三四千城市的楼价 目前是非常的疲弱 多地都陆续出台了限跌令 据不完全统计从7月份以来 已经有湖南岳阳 山东河泽 还有江苏江阴 河北唐山等9个城市 都出台了限跌令 而浙江省湖州市官方在9月2号 也发布了一个湖州市商品房购买风险提示 其中一条就是说到房企低于市场价格 来销售商品房就是风险 而这也被认为是一个变相的限跌令 好 我们续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其他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意大利北部米兰郊区 在3号发生了坠机事故 一架小型飞机撞向了一栋空置建筑 机上8人全部罹难 时事的小型飞机在撞向建筑物之后爆炸起火 现场火势猛烈 冒出大量的浓烟 消防员随即赶到现场灌旧 据悉 涉事的小型飞机载有8人 从米兰利纳泰市的机场起飞 前往萨丁岛图中 在圣多纳托米拉内塞实施坠毁 被撞的两层高建筑物 由于装修处于空置状态 所以地面没有其他人员伤亡 而飞机试事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上的火山 已经持续喷发了15天 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首相桑切斯在3号再次上岛视察灾情 并且也宣布将会批准一揽子 支持当地灾后重建的计划 总额将超过2亿欧元 火山发出剧烈响动 将大量浓烟火山灰跟熔岩喷向半空 航拍画面显示 三处喷发口 喷溅出金红色的滚烫熔岩 顺着山体倾泻而下 当地媒体报道 火山追北面在3号晚发生崩塌 形成了一道新的熔岩流 对附近多个村镇构成威胁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当地 启动紧急情况以来 第三度上岛视察灾情 他向媒体宣布 政府内阁将在5号 批准一篮子支援拉帕尔马岛 灾后重建的计划 总额预计达到2.06亿欧元 上岛视察灾情 仍在活动 要继续保持警惕 但游客仍然可以安全登岛 拉帕尔马岛上的火山 自上月19号开始喷发 本月1号又新增两处喷发口 截至目前 已有6000多人被迫疏散 上千座建筑物损毁 而喷发处的岩浆流入大西洋冷却后 形成的陆地面积已增加到20公顷 另外 由于熔岩入海可能会释放有毒气体 当局正在监测沿海地区空气质量 当地政府指 尽管空气中二氧化硫水平有所上升 但并不构成健康威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阿曼在3号遭到热带气旋 杀新的吹袭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一人失踪 前往首都马斯卡特的渡空交通都受到阻碍 暴雨导致马斯卡特城内淹水 有车辆被淹 杀新的中心3号晚上登陆阿曼沿岸 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50公里 一名儿童遭到洪水冲走死亡 另外一处工业区发生了山体滑坡 造成两名亚洲裔的工人死亡 当局此前已经敦促沿海居民撤离 有2700多人被安置在紧急避难所 风暴吹袭期间 马斯卡特东部的电力也被切断 避免意外发生 而来往航班都受延误 公路也要暂时关闭 只供紧急车辆通行 灰脆精华凤凰秀视频 下面进入我们特别制作的短视频环节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